今天是7月2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签报 我是借琳 爱情包裹骗局屡见不鲜 但一名51岁妇女网上交友 竟然三度被摔欧巴伤害她的情感 还骗走了147万9千令吉后 依然执迷不悟 登门向政党人士求救 坚持要转账救人 不相信她们 不相信自己被骗了感情和金钱 来看报道 渴望爱情的女侍主陈爱莲 曾在去年两度被诈骗 失去147万令吉巨款 她在一个月前 透过交友手机应用程式 认识另一名声称 来自英国的帅欧巴 对方声称上周六来马 却在机场遭移民局官员拦截 并向她求助 而陈爱莲再次转账9千多令吉救人 她昨天向雪州社青团公共服务及投诉局主任 李文斌求助时 也要求李文斌查证自己是否被骗 陈爱莲坦白 她和这名宣称来自英国的友人素未谋面 只是在WhatsApp交谈过 宣积为何没有吸取去年两度被诈骗的教训 她表示打电话给她的官员 有本地马来人口音 于是她便相信对方所言 李文斌说 她已多次劝告女侍主不要汇钱给对方 希望她不要再受骗 据了解女侍主去年2月坠入爱情包裹骗局 当时被照片集团以家警身份骗了57万令吉 去年8月 女侍主又在网上认识一名飞机师 同样声称在机场被扣 李文斌多次劝阻女侍主不要转账 但女子最后还是转了90万令吉救人 一辆装满鱿鱿鱼的裸里 在大道转弯处失控翻覆 大批装在冷藏箱的鱿鱼掉落路面 引得民众争相减食地上的免费鱿鱿鱼 现场就向鱿鱿买卖市场 有关事件相信是在昨天 发生在雪州双溪毛诺地区 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可见 一辆在满鱿鱿鱿鱼经过一个转弯处时 以失控翻覆 导致大量冷藏箱跌落路边 而装在乡里的鱿鱼遍布路面 场面非常壮观 而入境此地的司机和骑士见状后 纷纷下车 拿起塑料袋捡鱿鱿鱼 造成路边停满车辆及摩托 并引发塞车问题 华联花园阿旺博沙轻快铁站 今早发生汽车连环报警事件 多辆博在路旁的轿车 被不法分子敲碎前座车径 也是要窃取车内的值钱物品 网传画面可以看到 华联花园阿旺博沙轻快铁站的多辆沿路轿车 遭不明人士敲破前座车径 洒落一地碎玻璃 单单画面里 便有至少五辆轿车被敲爆车径 具体受害车辆不得而知 歹徒疑是要抱窃车内财物 但目前尚未清楚损失情况 前科累累的惯犯连同六人组K-boy偷车党 专向停有豪车的住家下手 日前潜入住家偷走包括两辆超跑的三辆车后潜逃 最终被警方跨州逮捕 七人全落网 警方也起回三辆失车 雪州总警长胡仙指出 警方是在上个月24号接获42岁世主投报 指他身在中国的雇主于吉隆坡甲洞宜信花园住家停院停放的三辆轿车 也就是迪奥R8超跑 保时捷718 Cayman超跑和林木SWIF轿车被偷 导致雇主损失70万令吉 警方追查后于上个月27号到30号 分别在吉隆坡 柔佛和霹力逮捕包括首脑在内 31至54岁的五男二女官犯归案 胡仙指出 首脑伙同其中三名同党 专挑停有豪车的住家下手 至于另外三名嫌犯则是共犯 另外胡仙说 警方追查早前发生的雪州足球队球员住家被报欠案超过一个月后 目前跨州逮捕两名涉案男子并宣布破案 同时一并征破九宗涉及四州的案件 起回了许多被偷的物品 至于另一宗案件 快递送货员夫妇接到51令吉运费的任务 驾驶罗里运货途中 被警方截查时 在罗里内起货市值高达184万令吉的56包观音王茶包装有冰毒 送货员夫妇当场被捕 其中丈夫的尿茧对大麻呈阳性反应 警方仍在深入调查 夫妻俩对运载毒品是否知情 七名华裔男女其中包括18岁少女承认非法放贷 法庭宣判其中四人个别罚款2500令吉 另外三名刚成年的18岁被告 则罚款2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就要以坐牢三个月来代替 年龄介于18到52岁不等的七名被告 被控于今年6月25号下午12点40分 在贾市敦霹雳路某公寓被发现非法放贷 抵触刑事法典的刑事串谋条文 并在1951年借贷法令第29AA条文下宣读 据案情 来自贾州警察总部的商业罪案调查组及情报组展开突婴行动 逮捕着六男一女 调查发现 七人从半年前通过社交媒体打广告 目标向吉隆坡、森美兰、马六甲及柔佛人士放贷 而借贷的数额从500令吉至5000令吉不等 借贷者必须通过指定中转户头或前罗户头还钱 每周需要付10%至20利息 农场工人借故串门子强奸朋友的女儿并当场被捉 被告今天在地庭面对两项强奸罪时 俯首认罪 被判10年监禁及鞭吃6下 于一行期同时执行 被告需坐牢5年和鞭吃6下 据案情 26岁被告摩哈默法鲁兹 称在2015年犯下强奸罪 被法庭勒令送进亨利格尼赶化院服刑 随后他结婚组织家庭 有了孩子 但还是死性不改 再次犯下强奸罪 首控状指他于去年1月11号晚上11点 在巴珠巴侠巴利拉耳的朋友家中 强奸当时13岁的受害少女 此控状指被告在去年1月23号凌晨12点半 在同一地点再次强奸受害少女 结果被告到场被友人逮住 送往警局查办 另外被告也需在服刑期间接受辅导 出狱后需接受警方监视一年 早前已脑中风不治的 关丹拉法儿童之家院长曾亚莲 今天举病 多名已成年的孩子纷纷回家送病 上演了百名孤儿送别妈妈的画面 令人鼻酸又感动 曾亚莲安息礼拜仪式 今早在关丹拉法儿童之家进行 主持仪式的是来自关丹恩典堂的谭英卿牧师 谭牧师也是曾亚莲多年的好友 她在追思缅怀环节时更是一度说到哽咽 张耀德长老在仪式上主持唱圣诗 祈祷读经和正道 出席者们赞养曾亚莲仪容后 接着盖上棺果送至甘梦福禄寿火化厂 曾亚莲是在上个月28号在睡梦中 以脑中风陷入昏迷 被拉法之家几名少年发现后 紧急送至关丹中央医院 最终在29号下午6点多不治 民间流传一句话 跨进庙门两件事 烧香求签问心事 许多人不论大小事都会到庙里求签问事 但求了签需要解签 解签人就扮演重要角色 已有近50年经验的解签人梁天成 告诉中国报 妈祖庙及观音庙常用的签诗 是六十甲子签 而六十之签可分为上签 中签及下签 每首签诗都有典故 一般跟三国演绎 西游记 神话故事或民间故事有关 他分享 求签可问的事项繁多 包括买什么车 上哪一间大学 看病要找哪一位医生 或到哪一间医院 要买哪一块地 哪一只股票等 都有人求签寻求神明指引 他说 无论大小事都可求签 唯独不鼓励问横财运 因为这种情况求签 往往签文会失灵 无法准确论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一 作出历史性裁决 裁定前总统特朗普 在涉嫌干预2020年 总统选举结果案中 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 这项裁决便向为特朗普 争取重返白宫 扫除司法障碍 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通过裁决 同意者为6名保守派大法官 其中包括3名特朗普任内任命的大法官 反对者为3名自由派大法官 特朗普在最高法院裁决出炉后 于自家社媒平台发文说 这是美国宪法和民主的重大胜利 另一方面 美国白宫前首席策略师 特朗普老战友班农 因藐视国会被判4个月徒刑 他周一中午正式向康涅狄格州 丹博里联邦监狱报道 同样在美国 四级飓风贝里尔 催袭加勒比海东南部 为多个岛屿带来狂风暴雨 有房屋被吹走屋顶 树木和电线杆倒塌 暂时未有伤亡报告 但部分地区通讯中断 一架从西班牙马德里起飞 预定飞往乌拉圭的 欧洲航空波音客机 在飞行途中遭遇强烈乱流 导致客机必须在巴西机场 进行紧急迫降 事故造成40名乘客受伤 有些人头部受创 有些骨折 索性大多是轻伤 韩国首尔市中区地铁市厅站 12号入口人行道 周一晚间发生一起 骇人听闻的大型车祸 68岁男性司机开着黑色轿车 逆向失控暴冲 撞向斑马线和人行道 造成9人死亡 4人轻重伤 死者为首尔市府公务员和银行员 另外 中国和菲律宾将加强执法合作 共同打击 绑架杀人等跨国犯罪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网站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 周一联会菲律宾文官长 总统反有组织犯罪委员会主席 贝萨明 一致同意加强中非执法合作 有着九颗牙齿和直立尖耳朵 个性调皮乐观的中国潮玩 拉布布在泰国掀起了热潮 而泰国官方周一 为抵达曼谷的拉布布本尊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还授予拉布布神奇泰国体验官 荣誉称号 新闻的最后带您一览 欢迎仪式当天的盛况 我是借琳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